十二是時間和生命流轉的基數 是量變匯聚引發質變的時刻 當節目也來到第十二集 我很想知道 它們的人生發生過怎樣的質變 一日 一行 一對話 在對話中尋找自己的坐標 吃燕窩就選燕枝屋 本節目由26年專注高品質燕窩的燕枝屋冠名播出 豆奶牛奶換著喝 營養更均衡 本節目由豆本豆豆奶特約播出 探索太空新時代 本節目由粒心冻乾榴槤贊助播出 你絕對是屬於中國做文旅項目 或者演出項目 跳房最高的導演前幾位 應該吧 我時間長了 項目多了 我其實對於王朝歌的作品 當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 並不是 她的所有這種大型的 史景的演出 包括史內的 我是久聞其名 從她的印象劉三姐開始 包括《右鍵》系列 《直友》系列 從這個名字 你能夠感受到 她越來越篤定 如果人來得不夠多 你會焦慮嗎 人來得不夠多 不是特焦慮 因為她肯定會多起來的 工作的面和能力是非常大的 全部都在捲 誰跟我在一起 我捲誰 我這個有點顛覆 每一個門都是進場門 一共有十六扇 那我現在進任何一個門 看的是同一場演出 還是不同的門進去不同的演出 不同 你要選 現在我們就等於選擇 現在我們就等於選擇這個門了 對 選這個門 每個人都要選擇 我覺得這是一個挺好玩的事 這個很有意思 就是一動一動 你從那看 它是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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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真的 所有的人從這兒走來走去 你會突然間覺得 呦 怎麼跟抱了一層人 對 特掀鏡子的感覺 現在你到了我們的一個空間 叫輪轉空間 就十二把椅子那個地方 對 但這十二把椅子 它不是平白無骨割在這兒的 就中間這椅子 這個是完全旋轉的 因為我們到時候這個演出是 請觀眾上來坐在椅子上 它跟著轉 我們的十二拆 領著十二拆的進入 這十二把椅子 包括中間那一把嗎 還是 中間那是寶玉 所以共十三把椅子 他經歷的這個 他的人生之中的 既靈十二拆 黛玉他們坐的地方有規定嗎 每個椅子是屬於誰的 沒有 反正一轉團亂了 沒有說要刻上名什麼的 像導演椅一樣 刻上名沒有 你真是個好建議 包括他的那些判詞什麼的 就在後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會選哪個椅子 我又給人增加工作量 不要 就如果椅子上面都有名 讓你坐 你選哪個 人的視線 會本能地找那個最熟悉的 那估計不是黛玉就是保釵可能 是吧 你再問我 你會選誰 毛細鳳 對 不用問 不用問 進入我們的門鎮了 這個很好 所以每個地方會有一個 它特殊的那個聲音 這個門裡的故事 這個就是這個門後面它的故事 就是高檔小區的業主喊我了 這門是開不開的 有的開 有的不開 這個任何一個人都是隨便選擇 就像剛才親情的石召山大門一樣 你現在隨便選擇 你選擇不同 你就進入了不同的故事 不同年代 不同區域的人的生活 想像他們跟這本書的一些連接 對 或者說我認為大觀元本身就是一本一本人生的書 一個一個的人的故事 一定要打開 那這個選擇你怎麼做出來的呢 隨機 甚至我就讓我們所有的舞美 就做這事 所有的人你隨便選 然後或者地圖 必須是隨機的 那時間呢 時間怎麼隨機 也一樣 它是270年 我每個年代都有 就是在每個年代裡面你要選一個 事情 選一個事情 或者一個地點 對 所以我這個裡邊的小劇場 我也按這個原則做的 就是沒有一個時代我是空的 比如說清朝 清末 比如說明初 明中 明末 比如說我們解放初期 然後我們到了五六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 到現在 所有的時間段我都有 那到時候那個讀者是可以坐在這兒 隨便 就你可以逛 你可以隨便 然後他們可以 隨意觸碰周圍的東西 任何東西都可以 人在裡邊會 我覺得會迷失的 我是亂了 你是肯定亂了 對 但你不是說可以 就不需要一個順序 不需要一個 對 千萬別有順序 我們從這邊走 這裡邊我弄了一編輯部 縱橫雜誌 是你媽那雜誌嗎 對 整霸景一編輯部 你媽肯定特高興 特別像那編輯部故事裡面 是 但那會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對 這種電話 但編輯部割算盤嗎 有 我還會打算看 算稿費 我會打算看 一加一 一加二 加三 加四 加五 加六 加七 加八 加九 還行吧 可以啊 小時候我們上過 豬算課 我也算過 但是都忘了 有沒有屬於你爸的角落 沒有 我爸其實也編輯部了 但你爸跟你媽不是一個編輯部 對 你為什麼不用真的輸呢 我就是覺得假作真 假作真是真一件 好配啊你今天 是啊 八笔粉 這個像桃花種一樣 然後黛玉的藏花 但我覺得那個花瓣 根本不可能是真的 桃花也不是真的 黛玉藏的是一個異象 黛玉藏的是它自己 所以我們就想把它做得更假 是 花種全是唐花瓣 嗯 在這兒賭那個藏花銀呢 嗯 你看我們又穿到另外一個 中間 挺紅紅夢的吧 挺紅紅夢的 嗯 我老覺得 我覺得紅紅夢完全不能夠用中國園林 比如說我把蘇州園林的某一個 尻起來擱在這兒 我覺得不是紅紅夢 紅紅夢是想像的 紅紅夢不是在人間真實有這麼一個地方 也不是發生了真實的這麼一件事情 它必須在想像空間 如果它是一個寫實的了 我覺得對日本書是一個褻獨 但是很可惜 好多人讀就讀這個故事了 但紅紅夢其實不是故事 真不是 只有紅紅夢吧 我其實是一直拒絕 我說我不做這個事 然後我聽說你拒絕了四次 一次一次又一次 對 都不是一年 然後他們就不斷地邀約 不斷地請 不斷地說服 我說你要別這麼著吧 我跟你合作個別的也行 反正我不做紅紅夢 你說我做不起 因為我不配 嗯 然後我也覺得誰做紅紅夢 誰就是罪人 因為人人心中都有一個紅紅夢 你這個話說 讓人拍了紅紅夢電視劇的呢 那是你喜歡的 但是我不喜歡 我認為八七版電視劇拍完了以後 我都哭了 嗯 當時還是小呢 因為他跟我心裡看的 那個書的那個太不一樣了 我怎麼覺得 他們都變成一個具象的人了呢 那有沒有一個曾經的改編 是你覺得還不錯的 沒有 包括小兒書 沒有 包括樂劇 包括舞劇任何 沒有 所以你覺得你所有的想像 就存在於那個文字當中 對 我心裡邊有一個紅紅夢 我有我自己的林妹妹和寶哥哥 你弄的那個樣子就不是我要弄的樣子 然後我看見他們在人世間用人的方法在說話 我就 我就覺得 這這這這這哪是啊 所以我就肯定要拒絕這個邀約嘛 我覺得不能做嘛 就怎麼就接了呢 就是我想到我不是做紅樓夢 而是我做讀紅樓夢的人 我做讀者 嗯 妥了 紅樓夢是一個共同的一個原因 一個引子 嗯 然後圍繞這一切發生的事情 嗯 你這樣可以自洽 對 我13歲的時候那天怎麼偷偷地從那書架上面給拿下來 我媽還包了個別的牛皮紙 包個別的書品 寫了別的字 就怕我知道它是紅樓夢嘛 早叫我發現了 還藏呢 紅樓夢為什麼不能讓小孩看呢 少不讀紅樓啊 那時候不讓讀啊 嗯 我是一直覺得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讀紅樓夢的場景 嗯 都有一個時間 然後都會觸發您那個時候心底的一個感觸 人人是不一樣的 我當時痴迷的你知道做什麼事嗎 給紅樓夢畫那個人物關係譜 然後我先被金陵石二拆 嗯 然後再被那個富士二拆 再被贾家 然後各種 然後這畫完以後特別的滿意 嗯 然後這個汁就越來越寬越來越寬 再到一些仆人啊什麼的 哦 這是我特別愛幹的事 太厲害了 所以我特別明白你 你說的那個就每一個人跟紅樓夢那種特殊的連結 一旦你的想像跟我這不一樣的話我那個連結就沒有了 對 我也不知道好多紅迷會不會滿意 因為他們進來以後就找心裡邊的那個賈寶玉去了 賈寶玉如果是下坑尖尖的他們說這不是賈寶玉 非得跟歐陽奮強長得比較像 他非得是那樣的一個樣子才像 如果長得稍微力朗一點他也覺得不太好 一定要長得有點女像 這都是人人心裡的想法啊 因為我看一些報道的數據從那個只有河南到這個項目 很多項目都是預算說什麼30億投資30億 然後要收回成本可能25年30年 這麼大的數字中你內心不會覺得不真實 這些有些錢是不是我來覆蓋的 我要管的是跟演出相關的製作部分 但是大量的圖建 它整體的一個 那有另外的就是這個賈方的他們來承擔的 最後合在一起它成為一個整個的保夾 然後被人都算你的頭上 都會認為是這個項目的一個投資 對 認為是我花了多少錢 或者我能掌控多少錢 我哪能知道水泥和沙子它什麼型號就是多少錢 我不能夠掌握那樣 但是你要跟我說無美 那必得還是我明白 必得是 因為是我要要的 但你要知道你做這個導演工作 它又不完全是導演的工作 你不光是內容 編劇 負責大量的人 無美設計也是我在這兒 所以我那一個辦公室門口 助理導演都就是拿號 跟大家說拿號 排隊 你像那個老中醫坐堂一樣 他們就排很多 然後一個進來 然後這個人出去了 這個人說的可能是一個 無美的一個材料 壞了 我要改一個新的 你看這個怎麼怎麼著 我都跟他說你這多少多少 你的安裝周期多少 到貨周期多少 一平米多少錢 有沒有防火A級 有沒有防火B級 在談這個問題 這個人啪一走了說 哎呀 我一個演員的一個音樂 它是這樣的情形的 就誰跟誰都不挨著 我覺得我是一個 非常節約的導演 而且吧 我還羡慕人家呢 一聽人家那個 經常有一個什麼文旅一下 人家這個舞臺 又這麼多燈就埋起來了 這麼多機械就埋起來了 我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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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著這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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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的下來了 我沒有 我以為你就是這樣呢 沒有 所以我一直很羡慕你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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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謬傳 嗯 我是有什麼辦法呢 讓你看起來很值錢 嗯 但實際上不是很貴 我們燈光說的說 跟我合作實在是太累了 它在別的地方都是一說 再買 嘩就一批就上來 嘩就一批就上來了 我就不是這樣的 我說我必須一直一直的數 因為你這個燈現在就既然咱有錢買了 在未來的維護 每一個燈的維護錢 每一個燈的泡錢 那還是運營成本呢 嗯 不可以這樣 所以就一支一支的數 然後每天我們那個燈光設計 戴著它的助手就在查要找 嗯 把這支拆下來試試 所以在這支拆的燈 並不是給這個劇場用啊 它是拆到別的劇場去了 嗯 我們在這都是這麼做的 捉襟見肘 每每一支錢 這個資金你會用到你身上捉襟見肘 對呀 經常捉襟見肘啊 我上過多少次淘寶啊 我原來我沒有電腦 我不會買東西的 嗯 我衣服酷的 我不會上淘寶 就為了項目 比價格 然後比那個運輸的快 都要 你知道在中國電影界 從票房來說 什麼百億影帝 什麼什麼多少億的什麼影后 會有一個那個列表嗎 嗯 那如果做這麼一個表的話 你絕對是屬於中國就是做文旅項目 或者演出項目的 就是票房最高的導演前幾位 應該吧 我時間長啊 項目多了 到現在 河南一百多萬兩百萬的那個 一年的買票的那個觀眾 然後有70%的觀眾是來源於外省的 這個票房的這個數字 它不光是一個錢的事情 其實你是知道有那麼多觀眾進來了 你很高興 我希望我自己是一個嚴肅的藝術家 嗯 我希望我能夠尊敬每一個觀眾 貪了人家 我讚了人家的 是人家生命中非常珍貴的一段時間 也許是三個小時 也許是一整天 把這時間給我了 然後我讓人家覺得啥玩意沒有 很氣惱地回去了 我就覺得特別對不起 嗯 所以我就希望看完我的作品 就覺得哎 還營繞著 嗯 還願意談論它 甚至因為這個不滿足 還願意去翻看某一些書籍 或者是再跟朋友去去就此問題 再去探討 完了它打起來了 然後還有再回來以後再去印證 我在旁邊看著 心裡邊我激動我激動 我就我就特激動 嗯嗯 如果人來的不夠多你會焦慮嗎 人來的不夠多不是特焦慮 嗯 因為它肯定會多起來的 這個定力你會有 就是它二十年了 我的作品還是挺有內勁的 不是說今天都是爆火 噴噴火紅了 不是這樣 它是慢慢慢慢慢慢 然後也沒有太用作廣告 一般都是觀眾的口碑 它慢慢傳 口碑傳口碑傳 然後慢慢形成一個很好的循環 嗯 觀眾的數字會逐年地增加 一點點的挺上去 嗯 我知道你不太喜歡對標什麼 迪斯尼啊 什麼環球啊 嗯 它也不完全不一樣 但是這是我們能夠想像的一個 抵達的另外一個IP 嗯 所以你也想把你的某一個項目 不管是平遙 還是只有河南 包括紅樓夢 能夠塑造成一個我們自己 中華文化下的一個大的IP 嗯 這個是的 這個人是 對 這個人需要各種各樣的營養 就是一個我們 的 的滋养 艺术是最便捷的 文学是最便捷的 我就希望 我也是熬这鸡汤的那人 有一些心灵滋养 给到我们的这个国家 相比你刚才说的这个对标 那我就觉得 迪斯尼的这个IP呢 它是有很多 在他们的价值观下 诞生出来的故事 比如说什么叫丑 什么叫美 七个小矮人是怎么着 白水公主是怎么着 所以穿纱裙是最美的 穿白纱裙是最美的 当然那里边没有告诉你 你穿一个旗袍是最美的 因为是人家的文化 很长时间的这种文化 在耳濡目染 所以我的女儿也认为 要在学校里边 要演个初 她小时候就会 令我去给她买纱裙 穿着跟白雪公主一样 她也觉得这很好看 那我觉得 我能让大家觉得 这样的桃花种很好看吗 我能让大家觉得 这样一个轮转的一把红椅子 很好看吗 我能让一个建筑的白墙上面 突然间突出来了 一个蓝色的盐廊 很好看吗 我能让大家知道 中国人的审美 是在互相的成就之中 出现的对比 而不是非此即彼 冬至那一天 最短 最阴 但是它也是从此 阳气开始上扬 夏至那天最长 最旺 但是阴气也开始来了 它所有的轮回旋转 就要开始了 中国人的这种哲学观 宇宙观 审美观 也应该有机会 被全世界的能明接纳 和学习 或者叫敬仰 那我是中国人 我是这一个 这一个实在造就出来的 一个作艺术的人 那我愿意试一下 一场演出完了以后 小本上能记 二三十条 就是最壮 群殴现场 你知道吗 谁殴谁 他们殴我呀 群殴嘛 打我一个 我也不太会用 这个温柔和甜美 跟别人打交道 我总是觉得 你别着急 我的话会感动你 而不是我这个人 鲁玉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玉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本节目由26年 专注高品质燕窝的 燕之屋冠名播出 豆奶牛奶 换着喝营养更均衡 本节目由豆本豆豆奶 特约播出 探索太空新时代 本节目由 力兴冻干榴莲 赞助播出 在这边要引你 进一个剧场去看看 我们就可以进了 对 都行 这是观念进场的地方 但是我会做一个 每一个像刚才那门阵一样 我做一个帘子阵 刺绣好好看 听说这一条 我们南门年 全部给它铺上 这么堆的方式都不好 没有让我往里头走的任何一点欲望 这帘子这阵都没有啊 那这帘子就不要了 我就扔它呗 要要要要 做不到你这真着急 那个光我都感觉到这样 它就是不狠 撞一下撞一下 就没有那种极清楚的一倒一倒去 没有那个劲儿 我只要一面有光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 点缀性的家具 你都有的是那破玩意儿 先拿出来试 就一个一个摆一点就行了 行 半个小时就摆出来了 能做多少人 八百多 就像这个地方我都做成了一个废墟 一个一个一个的废墟 然后这也都是废墟的样子 希望大家进来以后 不觉得它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戏 而是一个废墟的意象 坐在这一排吗 好好好 薛宝钗 林黛玉 甲圆春 甲探春 石香雨 妙玉 甲英春 甲西春 王熙凤 甲桥 甲桥 黎一弯 清可清 曹雪芹 写金陵十二柴正册 复册又复册至各位金柴 三十六三柴 见过中柴 烈位金柴 现在潜入太空幻境 去看看你们各自旁的宿命 看官 愿 随行 他给你卡了前面的那个段给你看啊 刚才我们看了就是有环无一个剧场的一小部分大概就看了几分钟 就是因为第一你不能剧透 当然因为《红楼梦》可能我们认为所有的剧情我们都很了解 但因为他们是进行了再创作再加工的所以有一些自我的解读 第二还有版权 我也是刚看到好像正感动然后突然就没了 意犹未尽的感觉 这真的水还是投影 真的 这不是动态的吧 不是 那蓝天班云说了一万多次了 快动态的 动态的蓝天班云不许卡边的 好好好 因为组合而出现的造型的变异 你们再一次听好了 这玩意放在这儿 不动了 明白 他也没有一个机会是这样 也没有一个机会是这样 他定死了 就这样 我一句话就说明白了 定型在那儿 扁了 我是个圈 好 你记一下这个很好 这里边这是好点对的 前面这都不行 你看见吗 让人感觉到又仙境一样的感觉 全打直白了 全打直白了 山的那种机理出来 那就是个花果山 儿童乐园 太丑陋了 就在这一场里出来的东西 都带着那么一种神气 或者叫鬼气 这太不一样了 这是哪儿我没见过 我们就成功了 特别好 它那个后面有多深的 看起来很深 很深 在那个里边会有 一个大的传送带的装置 然后还有一个节目 跟人就搅不动 所有东西靠那个装置出来舞蹈 最后这个戏最后 这个拆就问那个曹雪芹说 能帮我写好点吗 你为什么会那么早就给我写死了 像这个秦可卿就说 我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那么早就会把我写死 能不能你改一改我的命运 把我的命写好点 那曹雪芹说这不是我 这是你的宿命 对 所以这一段就是 关于命运跟宿命 对对对 这个我们做了一个 异象的一同院 其实这个里边 每一堵墙底下 也依然是有一个音响 她在说贾宝玉的故事 你要不要让那个卢裕 坐那椅子上 可以啊 坐这个椅子上 看 这是我的林妹妹 我像不像个宝哥哥呢 你不是西凤吗 蓝老师靠这里 来 一二三 马老师我单独给您拍两个 拍一个 就是在看这个有环舞的时候 曹雪芹一开场说 我写黛玉宝钗 一共三十六位女孩子 一起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 可能当年那些女孩 都有了一个名字 有了个声音 就那一瞬间 我特别被打动 然后我就很喜欢 她每一个地方的那个文字 就跟《红楼梦》相关那些 既是装置的一部分 也是某种说明 或者某种解读 通常我其实觉得文字 过度解读是 剥夺你很多想象的空间 但在这个地方 它的文字 我觉得恰到好处 整体的这个氛围 我很喜欢 就刚才跟你在剧场里边 我那手就已经 开始自己较劲了 这怎么回事 今天烟放得不好 因为肯定有空调没关 因为有一个空调没关 所有中间烟怎么没闭合 我妈 脑子里全想的是 她怎么出错的 一场演出完了以后 小本上能记 二三十条 就是罪状 谁的谁的罪状 谁的谁的罪状 那个 然后再去处理它 都是别人的罪状 你的呢 有啊 更多的是自己的 谁给你记呢 我自己啊 那这些条里面 哪些是归你要来负责的 我基本上都是我负责 就别人出的错 也是我要去纠错 就我这么说吧 你作为导演 人家来找你说话 哪有跟你说好话的 哪有跟你说 我这事办成了 来了 能吗 人家找你说这事我没办好 该怎么办 是吧 群殴现场 你知道吗 谁殴谁啊 他们殴我呀 群殴嘛 打我一个 就一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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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各种各样的麻烦 然后希望你能够 给到一个方向 然后或者给到一个主意 让大家一起 把这个麻烦毙掉 再往前走 你知道这是我这两天 琢磨的一个事 就是怎么能做到 虽然我们都是从 做电视之前出来的 但是因为我这么多年 我只做电视 我所能够想象的 我的世界就是这么大 就这么几个人 这么几个灯 体量就是这么小 所以当我以我的角度 跟我的经验去想你做的事的时候 你的体量超出我的最疯狂的想象 嗯 我就不明白怎么能够做到 我对自己的好奇跟你一样 嗯 就是我怎么能做到 我怎么能过目不忘 我怎么能一目十行 我怎么能够瞬间就告诉你 五天之前你说的什么什么什么话 后来谁谁又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跟你复述下来 然后我可以 两个左右半脑 可以同时工作 而且我可以跟你这聊天是吗 我另外一个脑子在想一件事 咱聊的中间我就说 哎 你把那个什么什么的 已经想好了 你那么去干吧 然后我还可以 嗯 每天睡非常非常少的觉 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 我会不让你看出来 我今天没睡觉 我会持续十几个小时 甚至有时候是二十个小时的是 高强度的保持亢奋 就是人是在亢奋状态的 然后也可以很长时间的不进食 然后我还可以做到跨领域 比如说你认为我是导演 那么我就是演员呢 剧本呢 灯光啊 服装啊 美术就这事 但实际上 我就整个这个园子里的建设 嗯 比如说你要跟我讨论上面的马道的刚购 我能跟你讨论这建筑是16米一块 还是9米一块 嗯 我可以跟专业的建筑设计师 用他们的名词和语会对话 我觉得是挺厉害的 我就说是工作的面和能力 和我能够覆盖的区域是非常大的 也超过我的想象 也超过我身边的人的想象 我不知道你这个卷是你只卷你自己 还是你顺带着把周围全部的人都卷起来 全部都在卷 谁跟我在一起我选谁 就你这样的一种 就在我看是高频的 高能量值的状态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做这种大型的实景演出才开始 还是要再回溯到更早的时候 更早吧 我从小就是这样 嗯 精力旺盛 聪明过人 然后那个 永远是在一种思考状态之下 永远是 就是外号小人精的那种 老惹祸 但我觉得这样的小孩 家长一方面会担心 但同时会明白 这小孩 他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对的 你当时脑袋里是每天不断在想吗 嗯 想什么 什么都想 就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 那个品质特别不好的小孩 老撒谎 实际上就瞎想上了 幼儿园三岁的时候 就回家跟我妈说 我今天从幼儿园里 我就自己怎么出去了 我还过了马路什么 把我妈吓得呀 就找上阿姨去了 说我们孩子没看好吗 都自己跑出去了 阿姨说没有啊 她一直在呀 这导演在想象 对啊 我妈说你到底出没出去 上没上街啊 想半天 好像没有 有时自己说说都忘了 都自己糊涂了 以为自己真干了那个事 后来我想我们俩 在广院正好是擦肩而过 就你毕业88年 夏天毕业 我88年夏天进校 所以正好就我可能看到 一个师姐远去的背影 就走了 我后来记得我大学时候看过你 拍的那个电视剧 暑假里的故事 所以你在那时候 你明白你未来要干的事吗 我明白的特别简单 就是我想成为什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爱干什么 非常清楚 这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方法 真的 就是我排除法 就我讨厌什么 我特别明白 反正这我打死都不干 别的我慢慢再去琢磨 是 你当时排除的是什么 太多了 反正我终生不在考试 因为我老不及格 就是这个学渣渣的太厉害 偏科偏太厉害 那你能考上广院那时候 我聪明不是吗 我知道要高考了 我就说就这么多书是吧 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两个月三个月 我说好嘞 你们别理我了 我说我到时候会会的 我就会了 就连那种数学 我都能考上80分那种 我想记住我能记住 所以你排除就是束缚你的东西 我不在考试 对特别反感的东西 还有呢 职业方面你要排除什么呢 你不能你告我干嘛 我们那时候还分配呢 玩人说分配到中央天海 我说那我要上中央台 是不是他想让我干嘛 我就得干嘛 他说当然 每天都得几点 按点就得上班 说当然 那不去那地儿 你去哪呢 我去的中国艺术研究院 那不是也是一个单位吗 没有他不做班 他一个星期只有半天时间上班 第二个你要研究什么 是你自己的选题 你自己的事 他没有人告诉你 你一定要研究什么 所以你唯一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自由 对你别管我 你不能告诉我要干什么 每一个创作者他会在某一个阶段 有一种最好的方式能够表达自己 我在想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就这样的一种艺术创作是最能表达 你对艺术的很多的想法 我一直没找着 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像我一样的不自信此刻 也没有任何一个作品 从今抚慰过 让我觉得我自己就满足了 然后我在下一步又要往前走 我没有这个时刻 我永远在路上 永远那么胆战心惊 永远觉得自己才华已经都耗尽了 永远觉得自己又对不起别人了 然后永远想再用点什么东西 来填补我的那个恐慌 就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长久的 但是一个如此焦虑 如此不自信 做了那么多年的人 如今依然有一头美丽的秀发 这个特别不具有说服力 对 跟葛优说 他是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这以我头发来证明我其实不够聪明 因为证明你不够焦虑 就是但我总觉得创作者 他一定总是会看到我们看不到的 他一定会提早 比我们要更多的有焦虑 我永久性的焦虑 甚至如果当你的面 比如说你夸赞我 你说我那个节目看得好好的 我心里就说是吗 我演的 对 我就会那么去想 而且我真的不把你对我的夸赞 我就当真 然后我自己就美半天 但你要知道我是一个 就是我的外在表达特别的少 就当我说很好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已经觉得非常好 但我呈现就是我觉得挺好的 但你依然把它解读为 它可能此时此刻只是让我觉得高兴 因为我觉得没有人真喜欢我 我一定要想 或者说没有人觉得这个是真满意的 其实我面对的观众 这20年来大批的 甚至有些已经成为了我的非常忠实的粉丝 会写非常多的字来告诉我 他们有多么喜爱 然后他们怎么怎么了 因此变化什么了 我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 瞬间又高兴了 特别感动了 然后马上那个情绪就会来 我就说 何德何能 你对人家对你的这个爱 我真的是不太行 其实我能明白这种 不配得的这种感觉 对 总是会觉得就 诚慌诚恐特别害怕 对 像你现在自己个人 撑起这么大一摊 这种创作状态 跟你当时你们三剑客 就你张艺谋樊月 你们三个人的时候那种 你的创作状态有什么不同吗 完全不同 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印象系列 因为在山水之间石井之间 它不适合有特别具象的 特别封闭的戏剧 所以你会在江上去赞美劳作 会把那个牛跟那个鸭子 当成演员在那个台上走走 然后会把那个路斯跟渔船 做成一个场景 会让普通的渔民 五个自然村的渔民做成演员 这当时还是挺那个行为艺术的 挺观念的 天人合一对这个生命的 生活的赞美很深沉 所以就是做了很多东西 都是很大的一笔 等到做右键系列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独自掌舵 我可能就会更关注文学 更关注我想探讨的一些问题 想要对这个世界发问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像作为一个导演 就是你的人生的高光时刻 就太多了 就你的每一场这种大型的演出 包括奥运会 奥运会到这两年 大家会越来越发现 它当年你们那个开幕式闭幕式的那个牛 当时我们想 就是想做一个浪漫的奥运会 你知道当年那个 中国人说浪漫的时候 不像现在 那时候当时是说 要展现中华民族的这个气质 要就当当当 要让人感觉到我们很有决心 但是要做一个浪漫的这个 我觉得还是一个 就现在我觉得赢的基础吧 我觉得那时候很难得一点 因为当时你还是一个 比现年轻那么多的一个年轻的女性 能够在跟自己一起工作的同事面前 能够自己撑起来一片天 那个需要很大的一个气场跟定力的 女性获得工作的机会 或者跟男性这个平等的机会 不是现在不对 一直这样 所以女性在男性的领域里 你要跟她齐平 在平起平坐 你需要更优秀更努力 现在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女导演就特别傻 那导演你还要分男女 就很傻的一个事 但在那时候一定会有人说 女导演是不多的 嗯 现在也这么分 所以女导演必须得男性化 因为那个梳着短头发 然后很粗的嗓音 然后我骂着人叼着烟 就是特别男性的那种 那个很粗壮的那个 我看我都符合 我也不好好说话 我也不太会用这个温柔啊 和甜美啊 跟别人打交道 我总是觉得你别着急 我的话会感动你 而不是我这个人 你不用看我 但是我从刚刚在上大学 到后来开始实习 就能够接触到一些电视台女导演 我很被她们吸引 恰恰就是这种打引号 不太女性化那一面 因为什么叫女性化我也不懂 就你会觉得她讲话 就跟一般女性 可能没有那么温柔 她挺酷挺萨的 偶尔还带两句那样的话 我觉得特别的酷 就是因为可能你内心也想 那个因为你是要自己闯天下 你并不想衣服在一个人的肩膀上 能给你这种生活 你觉得吃的每一口饭 都是自己的小手去挣的 吃的是踏实反食 吃的是自己为自己的 那也有很多人 跟我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可是像我这样的人 包括像你这样的人 包括你说的那个电视台 其他的一些女导演 但是他们可能希望的是 谁谁给我的 我自己挣的 我用自己的双手去 哪怕是抢夺或者是创造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吧 我们天生可能是这一种 豆奶牛奶换着喝 营养更均衡 本节目由豆本豆豆奶 特约播出 探索太空新时代 本节目由 力兴动肝榴莲赞助播出 在安利一项 只有红楼梦 爱来不来 我喜欢我自己的所有 所有这个东西 我敢真诚的向你保证 全是随意的 牛 你怎么看待 如今谈的这个恋爱脑 太好了 如果这个生命中 你有一次就是 让你不顾死活的恋爱一下 那老天爷对你的眷顾 鲁豫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鲁豫有约一日行 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本节目由26年专注 高品质燕窝的燕之屋冠名播出 如果向观众再安利一项 你这个只有红楼梦 你会怎么向他们介绍 第一个呢 一句话不好听啊 爱来不来 第二句话呢 如果您来了 你会看见 不会让你失望的那个作品 第三 我相信你会口碑相喘 把你今天的感受 又告诉你身边的人 你会说我在带我的朋友 或者孩子来 现在AI已经可以辅助 做很多工作 你知道AI 你会把AI用到 比如你的编剧 我不需要 我连电脑都没有 我拒绝使用电脑 你最喜欢自己的是什么 可以是外貌的某一部分 可以是某一种品质 某一种特点 我喜欢我自己的所有 我对我的长相 我的身高 我自己现在出身的这个城市 这个家庭 包括我从事的这个职业 我都很满意 牛 你曾经说自己是 爱情至上主义者 你怎么看待 如今谈的这个恋爱脑 嗯 太好了 如果这个生命中你有一次 就是让你不顾死活的恋爱一下 那老天爷对你的眷顾 如今的人们是很反对恋爱脑的 嗯 他们就觉得生活当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你搞事业不好吗 恋爱脑 就是你完全只投入在恋爱 恋爱之上的话 可能你会后悔 你会做啥事 我宁肯后悔 我宁肯为此而死 我经常就有要为别人死的这个冲动 有时候看一个小说都经常会 就是你说的那个恋爱脑就上来了 就会疯了 但我实在是太感激 我有这个能力 我有爱的能力 我有接受别人爱我的能力 同时我那么赞美这个爱情 我觉得世界上呢 这个人特别功利地想 因为爱情会导致婚姻 婚姻要导致咱俩之间的这个 这个协约关系 是你给我彩礼 是我给你房子 所有的这东西 我说你还爱吗 我的父亲呢 烦死了 这就是一合伙人一交换 你们最好找律师 但我想爱一个人 那时候就疯了 好 那如果你女儿谈恋爱了 你觉得那个男孩 也许你内心并不是很满意 你会怎么办 我没什么办法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个其实我完全不认为 我有这个能力 或者我有这个权利 去指挥他或者干涉他 但是我会有一个 心里是有标准的 我觉得做父母这点不容易 有时候你要看你的孩子去 你明知道他一定会犯错 会掉坑里 你必须要看他怎么做 对 只是能够拽你拽的快一点 仅此而已 是 然后你看见追他那个对方 明显的 这个小孩 小儿科般的功力 在这这设套呢 然后你还没法跟孩子说 这一景啊 你还没法说 所以现实生活告诉我们 就是一个人 特别是一个女性 她可以做到 就我在事业上 我是很能干的 我回到家 依然能够拥有一个 特别普通的一个 挺快乐的一个生活 而不像我们小时候 被洗脑的那样 就是选择 你要什么 用一个特别好词 一个普通的生活 实际上这个真的是稀缺 但我还挺幸运的 现在依然是从一而终 从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谈的这恋爱 到现在孩子她爸 一直到现在 在我身边不离不弃 也有一个健康的女儿 在上大学 你不掉头发 真是一个神奇的事 发量特别感人 我觉得 这如今这个时代太难得了 对对对 大家都这么说 所以说一头狮子般的 猛狮子般的包炸头 一出现说是 我的符号就出来了 其实根本不是为了好看 就是因为不洗头 你们看不出来 她太好打理了 我才选了这个发型 你洗完就行了 什么也不用管 我从来不吹头 我的这个人的长相 我的年岁 包括我的身高 发型 或者我穿什么东西 所有这个东西 我敢真诚的向你保证 全是随意的 没有故意 就是我要设计一个 有标志性的发型 真不是 因为它十几年前 我现在 没有现在这么有名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了 将来老了 一头白发这样也特别酷 我也觉得呢 过来 让奶奶瞧瞧 看着人家跳了脚火的时候 她今天讲话就有一特点 大家可能会发现 很多的排比 不是三重排比 是四五五 就是一层又一层 通常讲很多的排比 就是说很空泛的 就是书卷气十足 好像不太接地气 这是她表达的一种方式 她的一个特点 那么的有意思 而且言之有物 我会觉得是作为 她的一个标志一样 这是今天发现的一个 很鲜明的特点 很好玩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请看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 福建发布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微博参与鲁右约一日行 话题讨论 分享你的观后感吧 更多精彩内容 近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上凤凰网娱乐 网易新闻网易号 网易时讯 网易时尚 腾讯看点猫浦娱乐网 晨曝新闻半岛都市报 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综艺网 头条娱乐 东方娱乐网 查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一点资讯 今日头条 腾讯看点 黑鱼APP 小鱼APP 智鱼APP 成果娱乐 获取本节目更多信息